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床头靠墙 其实很多人 要记得一件事 床头你脚不靠墙的时候 你晚上睡眠会非常非常不安稳 来讲 我有看过几种现象 就是说他上面因为有压梁 他在上面有压梁 所以他的床头为了避开这个梁 他就 有悬空 他就这一边就空了 虽然这个 这个可能宽度不大 可是他一样会产生 睡觉的时候会非常不安稳的一种现象 像我也是帮人家勘载 他就说他晚上睡不好 其实他的床头只离墙 大概2公分到3公分 没有靠上去而已 他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床头一定要靠墙 假如说你上面已经有梁柱的时候 你就加个床头柜 抓个床头柜 一样就是顶着墙 这样子 就可以解决这个压梁的一个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